花莲市有名郭姓男子疑似跟朋友在网路上吵架结怨 遭到对方恐吓扬言要砍他 就在21号凌晨 林姓男子协同一名友人带着三把刀 来到郭姓男子的住宿叫嚣 趁着郭姓男子出面时迟到攻击 左姓郭男最后只受到轻伤 警方也接获报案后 在两分钟内迅速顶达现场 21号凌晨 林姓男子协同一名友人 骑乘机车来到美轮一处民宅 一下车就拿着刀一路叫嚣上门寻仇 当时还在睡梦中的郭男醒来后 撞见林姓嗆瞎要他出来面对 一时激动下郭男直接冲出家门 结果遭到对方迟到被砍伤 索性没有大碍 警方接获被害人家属报案后 在两分钟内及时赶达 但歹徒早已猖谎而逃 现场只留下一把水果刀及被害家属 警方厘清事发过程后迅速锁定目标 不到24小时就将人弃捕到案 这起事件的起因 一时是双方在网路发生口角 对方早就扬言要砍他 没想到林男竟然会趁半夜 大家在熟睡时 来到郭男住家前大闹 事后林姓男子也向警方表示 他原本只是想要拿水果刀 去下下郭男没有要砍杀的意识 不过警方最后还是将 全案依刑法恐吓及伤害罪 离请花莲地检署承办 记者花莲市综合报导